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小莫做完美容 不见容光焕发 神色到看上去十分的凝重 问及原因 他说 这哪是美容 简直就是精神虐待 下次再也不来了 小莫对我叙述了整个过程 他刚进美容院 就被服务的阿姨开启了调查户口般的追问 姑娘 今年多大了呀?27岁 那应该结婚了吧? 老公是本地人吗?做什么工作的?有孩子吗? 阿姨一连串的问题让小莫有点懵逼 还没结婚 阿姨一下子来了兴致 27岁了还不结婚 到30岁就真成了圣女了 优秀男人都被挑走了 你可得抓紧啊 说到这里 小莫已经有点反感了 结不结婚是我的事情 你有点太操心了吧 阿姨一下子被小莫的话呛到了 又开始转移话题 小姑娘 你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看你皮肤差 是不是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 小莫没说话 继续忍着内心的怒火 对方又接着问 你们家几个孩子呀? 爸妈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现在快退休了吧? 你多久回一次家? 小莫实在忍无可忍 他说 您再问下去 我恐怕要去投诉了 对方这才打住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好不容易有时间去做做美容 却被服务人员问到心情沉闷 小莫无奈地说 我知道他问我这些问题 就是想和我掏近乎 想让我办他们的美容卡 可是初次见面 我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祖宗十八代全告诉他吧 这也太越界了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 就像过年的时候 来家串门的亲戚 不厌其烦地问你的工作 工资 年收入 以及什么时候结婚 被亲戚这样问都会反感 更何况是一个陌生人呢 其实中国人普遍缺少一种界限感 和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太如对方的私人空间 即使再亲密的朋友也应该有界限感 这不单单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还要适时地尊重对方 在我的微信中 每次一发朋友圈 总有一位朋友的评论很扎眼 有时候还会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 偶尔一次的口无遮拦还可以理解 但时间久了总会让人心里不舒服 有时候别人给我评论了 我会回复一两句 那个朋友看到我给别人的回复也会怼我 说一些没轻没重的话 我不再认为他是性子直 而是根本没有所谓的界限感 认为人与人之间开一些玩笑 无伤大雅 就该说话直接一点 不用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可是两个人之间的界限 并不是单方面判断的 而是由双方来界定的 不是吗 越是熟悉的两个人 越知道对方的痛点在哪里 说出的话会更伤人 如果你真的重视对方 就该落实到一言一行中 而不是说一些不过脑子的话来刺激他 之前一位学弟对我抱怨 说他每次做完工作 一个同事老是过来挑他工作上的毛病 并支支点点地说一大堆 我说 资历深厚的同事来指点你 不见得是件坏事 他情绪激动地反驳 根本不是这样 我们是一起进公司的 论业绩他从来没有超过我 他是看我工作完成得比他早 就想挑我的毛病拖延时间 其实在工作中 这样不懂分寸的人不在少数 比如领导在上面讲话 下属却嘻嘻哈哈在下面开领导的玩笑 还一本正经地觉得自己调节了工作气氛 比如有的人自己的工作一团糟 还特别关注同事的收入 同事的家庭 甚至人家是不是怀了二胎 没有界限感的行为 总是容易让别人感到不适和恐慌 而有些聪明人 则会很好地拿捏分寸 充分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有一期奇葩说里 谈及了辩论与主持的区别 辩论是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 而主持则要退到一个相对辅助的角色 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主持康熙来了 他从来不抢嘉宾的风头 甘当绿叶 而在奇葩说中 他有条不紊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从未退让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很微妙的 尤其在职场中 别人都不是傻子 很多时候 智而不言 笑而不语 才是聪明人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拿捏好分寸 既让别人舒服 也会让自己少很多麻烦 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则帖子 他和老公恋爱六年 结婚两年 老公是个妈宝男 每次两口子吵架 老公总喜欢跟他妈抱怨 然后婆婆就从老家坐高铁赶过来教育他 而且声称是孩子吵架了 家长不能不管 要来调解 而婆婆越调解事情越糟糕 他忍受不了想要离婚 但婆婆不让 说他耽误了他儿子两年的青春 要上单位去问问领导 为什么用这样的员工 还要他还回两年前结婚的钻戒 五万元彩礼 以及其他一些衣物 他很害怕求助网友 问该怎么办 有网友怒骂 都结婚两年了 凭什么退财力 更何况 两年的青春连五万都不值吗 他儿子的时间是青春 难道女人的时间就不值钱了吗 也有类似经历的网友说 和我婆婆一样一样的 也是每次吵架 老公都要给他打电话抱怨 然后婆婆赶过来教育我 摊上这样一个没有主见的老公 只能说育人不输 但最让人反感的是 婆婆永远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在儿子儿媳之间当合适老 强加干涉儿子和儿媳的事情 还扬言要求儿媳的单位去闹 清官都难断家务事 更何况单位的领导呢 即使再亲密的家人 都要给对方留足私人空间 懂得尊重对方的选择权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我们没资格去干涉和指引他人的人生 一个有分寸感的人 一定懂得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毕竟别人的人生 好与坏都不需要你买单 你那么操心干嘛 没有谁永远懂得谁 打着我是为你好的名号 去干涉另一个人的生活 结果带来的只能是分崩离析 被人厌恶和痛恨 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事 自己的事 别人的事和老天的事 我们要做的就是管好自己的事 不干涉别人的事 顺应老天的事 请回答1988中说 所谓的界限就是到那里为止的意思 拜托我们没有那么熟 别动不动就和我开一些 你无伤大雅的玩笑 别人笑那叫玩笑 别人笑不出那就叫恶意添堵 拜托我们没那么熟 别动不动就给我讲一些 你所谓的大道理 没有人有义务竖起耳朵 认真地听你说教 拜托我们没那么熟 别总是一次又一次地 发砍价投票之类的消息 还说这是举手之劳 举手之劳是我的签词 不是你用来道德绑架的说辞 你要知道界限感不是疏远 不是冷落 不是傲慢 而是尊重 只有尊重别人 人际交往才会越来越舒服 如果遇到没有界限感的人 别忍着 直接说一句 拜托 我们没那么数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应由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一张褪色的照片 好想带给我一点点怀念 想为老爷爷买了热糖面 味道迷茫过旧旧的后院 流浪猫水手在摇晃球间 夕阳着了一边扎迷着夜 那张同桌记忆明信片 安静的躺在客桌的里面 快要过晚的春天 还有雕刻着图案的腕帘 窄窄的长长的狗道亮点 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 刚刚下晚了小雨的几年 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 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 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 现在已经回不去 早已流失的光级 手里的那一张尖尖 模糊不清的车票 成了回忆的信号 忘不掉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想不起当年模样 看也看不到 去也去不了的地方 写去那老街的强调 是属于我的忧伤 嘴角那点微笑 夜晚却变偏僵 忘不掉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放不下休息片段 回头望一眼 已经很多年的时间 走过手指尖 看着天 我要回到那老街 靠在你们身边 千辛千年 千辛千年 快要过晚的春天 还有她隔着图案的腕帘 快要过晚的春天 还有她隔着图案的腕帘 还有她隔着图案的腕帘 拽拽的长长的孤岛亮点 老房子依然想起了炊烟 刚刚想问了小雨的季节 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 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 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 现在已经回不去 早已流失的光 记忆有手里的那一张尖尖 模糊不清的车票 成了回忆的信号 忘不了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像不记忆当年模样 看也看不到 去也去不了的地方 写去那老街的尖尖 写去那老街的尖尖 是属于我的忧伤 嘴角那点微笑 夜白却变眼角 放不掉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放不下休息一片段 会等我一眼 已经很多年的时间 走过手指尖 看着天 我又回到了老街 可在你们身边 渐行渐远 有些人 可在相诚里面 当年龙江省 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